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丽惊人 同情心泛滥的出生牛犊 焦佳人这个关系互一出现 就备受瞩目 不是因为他本人的长相 或个性有多出彩 而是因为古院长得善待 焦佳人的最大特色就是 焦小却叶丽惊人 艺术频频且同情心泛滥 做事莽撞 毕竟是个成长型的人设 起点不高 也有新可原 但是 还是希望焦三千可以快速成长 早日能缩小与邓大神的 万丈深渊般的差距 第二位 贾清誓言古家人 盛气凌人的公主 其实从般配程度上来说 古家人是邓子昂的优选 奈何 理智与情感往往不能并肩前行 无论古家人多努力 多主动 怕是最后都会竹篮打水 而公主大人的骑士 又会是谁呢 这位公主出场自带高光 时尚又美丽 人前 她光鲜亮丽 人后 她又比谁都努力 可是 不完美的是 公主并根深蒂固 盛气凌人又胜负心爆棚 通过这个角色 也让我们关注到一个演技很出色的演员 贾清 86年的贾清 170公分的身高 唱跳俱佳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 写进影视艺术学院 现为和宋传媒艺人 多才多艺 有颜值 有演技 贾姐姐 未来客期 第三位 杨青剑饰演柳明慧 情绪控制障碍患者 柳明慧是个不讨喜的角色 虽然长相漂亮 身材火辣 但是完全就是一个随时爆炸的不定时装置 这邓大神选女朋友的眼光 注定她要遭罪呀 这位姐姐情绪控制方面怕是有缺陷 动不动就上别人嘴巴 要不然就是台山倒海 胡乱撇东西 怪不得 邓大神约会逃跑时 要带走刀叉 要不然 很可能出人命呀 而最受不了的是 姐姐的第三下四求和好的毅力 闹得当子儿苦不堪言 所以说 男孩子和女孩子行走江湖 都要保护好自己 生命成可怪 选人眼光更重要 而是演柳明慧的小姐姐杨青剑 不但是演员 还是歌手 被冠名功夫女明星 得到滚石的力疼 不仅能舞 更能舞 2009年 曾获得第四届香港国际武术比赛金牌 但是 小姐姐可不是武术女星 她凭借甜美可人的外形 和傲人的身材 一直走性感路线 第四位 张玉飞饰演夏永宁 被高追求 弄得疲惫的妈妈夏永宁 像积了三十而一里的顾家 为孩子的未来操碎了心 什么都要给孩子最好的 教育资源 十串用度 虽然自己也很努力 但也给丈夫徐秉泽不小的压力 这个女人不完美 却很鲜活 也十分具有代表性 是大部分中国宝妈的缩影 艺术体操出身 1700公分的张玉飞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本科 想不到吧 小姐姐可是同心出道 不但参演了渴望 还饰演了 马景涛和陈德荣主演的梅花 三弄之水云间里的小画儿 这回想起来她了吗 第五位 张木希饰演芳曼 粉色泡泡里的小可爱 喜欢凯蒂猫的小哭包护是芳曼 应该是全剧比较讨喜的人设了 温和可爱 活脱脱一个天生小闺蜜的材料 难怪抠门王对她情有独钟 这种出场自带粉色泡泡的小妹妹 的确值得清醒 毕业于18级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的张木希 现签约和宋传媒 了不起的耳科医生 是小姐姐的代表作 想是身手 潜力无限 粉了这个小姐姐 会一直关注小姐姐的作品的 加油哦 第六位 杨明娜是演孙艺军主任 稳重的主任 76年的杨明娜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小姐姐可是地道的实力派 一神一魔 可以用微笑温柔如水 也可以用眼神恒眉冷对 她是清云至终的苏如 她也是三生三世 展上梳理奶人的母后 没关注小姐姐 足够吗 不行 现在我们会用苦的